仙府文化局今日上午办理2023 南投县客家文化节 刻意同乐系列活动记者会 活动由客家妹陈明珠进行开场表演 随后在县长许淑华的主持之下 共同揭开序幕 县长嘉宾云集 县议员尤浩也请自道场关心 那这次南投县政府呢 我们也扩大举办 希望呢能够将这个客家文化 不仅仅能够在地的生根 同时呢 透过各种不同的演绎的方式 让更多的民众来参与 所以从明天开始 6月17号到7月底这段时间呢 我们要邀请来自全国的好朋友 可以一起来到南投体验 我们的客家文化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除了有办理这个清新音乐草地会 那会邀请的很多的这个金曲的歌后 那同时呢 也希望透过这些流行文化 那透过这些美妙的歌声 跟大家一起共度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南投县客家协会理事长吕金燕 感谢县府的用心规划 在许县长的支持之下 今年扩大办理 期许未来能够年年都举办 本来是一年一次的 今年县长加持 让我们连着可以办理客家文化祭 我是希望说能够年年都举办 让客家文化祭办得更丰富 更有看头 然后呢可以齐聚客家乡亲 能够来发扬我们的客家文化 让客家文化在南投能够胜根发芽 然后茁壮 有这个客家戏曲 客家戏曲有两场 然后呢还有名人讲座 名人讲座去年也有 今年又增加了一场 有两场的名人讲座 先元游号感谢许县长对于客家文化的支持 期许透过多种艺文活动 来引导民众以不同角度 体会客家艺术 并更加深入的认识客家文化 那其实县府一直非常重视着客家文化 那在这一次一连串的系列活动 在7月的时候 不仅有名人讲座 还有包括草丁音乐 还有包括许多的戏曲活动 还都希望能够推广 还有我们的客家文化 还让我们的不仅是 各种文化能够进行融合 同时也能够看到每个文化的独特性 那在这里再次肯定县府 还有肯定许说华县长 以及各乡镇公所 包括我们的邱乡长 还有我们嘉哲市长 还一起协助 还有我们县府举办客家文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力 那在这里也希望说 客家文化有很多 很好的一个精髓 跟大家肯定的地方 欢迎大家7月一起来体验 县议员宁如表示 这次活动相当多元 除了有音乐节 戏曲表演 更有名人讲座等等 相信既有活动的参与 都能够让民众对于客家文化 有更深入的了解 南投县客家文化节的一个记者会 主要是要让我们所有的相信之道 这次我们南投县政府 徐县长 特别重视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 在我们十三乡镇各地 都有举办客家文化的一个活动 尤其这次的活动 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元 有音乐节的方式 有戏曲表演的方式 也有我们名人讲座等等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说 每个活动都能够带我们相亲 更加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客家文化 包括我们所最了解的一个客家美食 客家精神 都是我们希望能够来传扬的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客家文化节 对于我们的一个多元民族的一个融合 有更大的一个帮助 而一连串的系列活动将于6月17日正式起跑 本次系列活动有草地音乐会 客家戏曲展演 名人讲座 客家文化体验影等 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与 记得从最南投采访报道